工聯會發起遊行 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島 遊行人士先在灣仔、港灣道公園集合 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所在的 中環交易廣場抗議 他們沿途舉起鯛魚和國旗 又高叫口號 厚萬無恥 厚萬無恥 無恥 無恥 我們香港的愛國同胞去補釣 去到釣魚台 日本政府非法去到我們的國土 非法監獄和拘捕我們的愛國人士 所以我們中華兒女 就一定要站出來捍衛我們的自己的國家 有遊行人士認為 日本當局拘捕兩名除保釣人士出海的記者 做法過分 有家長帶子女參加遊行 教育子女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不容侵佔 遊行人士行了大約半個小時 到達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外後 都爆代表日本的黑色氣球 大家請願順之後散去